强征一来 手上五层高的模型 建筑物几乎不堪一击 原来这就是传统 使用绑钢筋的方式 但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你传统绑钢筋 在这个转角 它会有四根钢筋 在现场去绑扎 它第一人来 它就是会摇晃 这里你看 我再怎么搬动 它都是不会动的 戴着工程帽 穿梭在工地 别以为它是一般工头 当年前进921勘查 上百栋围楼 如今看称台湾房屋 结构工程达人 怎么避开黑心宅 带云发有配方 有两件事情要注意 一件事情是 好的结构规划设计 房子的平面配置系统 尽可能不要太歪七扭八了 钢筋兼具10公分才够密 不同于一般人 只画设计图 它亲自下工地防钢筋 注意看 黄色钢筋弯曲一体成型 转弯连接处也卡好紧 和传统一根一根的钢筋 稳定性差好多 一个是精准确实的施工品质 推动建筑安全履历 就是说能够大家来努力 把工地要做到品质的一些点 都尽可能做到 就连政府推动的合一住宅 都不堪立正一级 震出了圣水以及粮筑军列 但云法统计走访上千栋围楼 发现民众必须改变观念 才能遏止不法建商 我们大家太注重美学了 你应该适度的花一点心思 在安全这一块 在品质这一块 如今推广十年 就连绑钢筋 他都可以设计出一套SOP履历 就希望能从打地基开始 避免围漏悲剧再发生 东森财经书的梁力张家轩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